无人机一直以来都是战争中的重要工具 主要用于侦查 目标定位和打击 他们可以在不暴露飞行员的情况下 执行危险任务 降低了战争的人员伤亡风险 在俄乌战争中 无人机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商用无人机的大规模使用 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制空权 导致前线对抗态势的透明化 再加上迷你小型轰炸机的出现 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的大量使用 各类小型无人机甚至直接改变了战争样式 但是战场上的无人机同样存在严重的短板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现在让我们聚焦中国的最新成就 西北工业大学的科研团队 最近研发出了一款 引人注目的性格仿生飞行器 这款无人机的特点之一是其极小的体积 仅有260克的起飞重量和70厘米的翼展 却能达到惊人的三小时续航时间 刷新了小型无人机续航记录 60克 一部折叠屏手机的重量 竟然可以在天空中飞行三个多小时 这个续航持久性简直秒杀一切多轴飞行器 俄乌冲突可以说是无人机的舞台 这是无人机第一次在高烈度大型战场上 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 在这场冲突中 俄乌双方验证了各种传统的无人机战术 包括弹不限于通过无人机侦察校准 炮兵射击 或者拿无人机装上炸弹 打击对方的重要设施等等 由于无人机体积小容易隐蔽 目前人类的防空手段很难对其产生威胁 然而中国人觉得 现在的无人机还不够隐蔽 最近西工大赛传好消息刷新一项新世界记录 无人机被玩出了新高度 近日记者从西北工业大学获悉 由该校科研团队研制的信哥 仿生飞行器 续航时间突破三小时 刷新了 扑一式无人机单次充电飞行时间 吉尼斯世界记录 该团队研制的云霄仿生飞行器 曾创下两小时34分38秒的续航记录 信哥由西北工业大学坊 生飞行器研究团队研制 一展70厘米 起飞重量260克 在科研人员拍摄的现场视频中 可以看到9月22日上午8时54分12秒 在国家级认证机构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信哥在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 山洞翅膀轻盈起飞 在空中时而震意击飞 时而盘旋 时而随风滑翔 11时59分42秒 信哥顺利滑翔降落 保持了三小时五分30秒的续航时间 据了解 与2022年11月15日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云霄相比 信哥机身更小 一展不足云霄的一半 重量约为云霄的四分之一 团队2021级博士研究生刘刘说 由于信哥过于逼真 在是飞中 常引来真的鸟泪半飞 他讲述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当日信哥是飞中 天空突然出现一只猛琴 他几次试图去抓信哥 非常惊喜 我们通过在地面上的迅速操作 避免了无人机被抓走 当信哥被回收回来时 大家才发现 他的头部被猛琴的爪子抓破了皮 信哥刷新世界纪录 是西北工业大学仿生飞行器研究团队 在该领域长期深耕的结果 20多年来 该团队从鸟类翅膀结构 扑动方式与飞行性能的内在机理研究入手 详细研究了鸟翼结构 运动形式等对飞行性能的影响机理 突破了仿生飞行器设计中 铺动翼 驱动机构 飞控系统设计等关键技术 先后研制了小笋 云霄 信哥等不同特点的仿生飞行器 并在全国十余个地区完成了 1500余架次的飞行任务 在多个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除了起飞重量轻续航时间长 我们认为这个东西的真正价值是仿生飞行 在战场上 不管你的无人机在小 在隐蔽 在闲进 也逃不开无人机的架构 现有的侦查手段还是可以将其发现 而仿生无人机可以把自己伪装成一只鸟 不管你侦查手段再怎么先进 最终汇总情报劲分析的还得是人类 你觉得在面对众多需要处理的情报时 有多少人会在户场上突然多出来一只鸟呢 除了隐蔽性之外 灵活也是这种飞行器的优势之一 任何人造固定翼或多轴飞行器都比不了 仿生飞行器的飞行原理 是生物圈经过亿万年进化而得到的试错结果 其合理性远远超过人工设计的飞行器 扑翼的飞行方式 没有造成对空气的切割 可以在空中做更复杂的机动 总之天上的鸟能怎么飞 它就能怎么飞 而且这种飞行方式造成的噪音非常小 甚至可以实现静音飞行 假设它的飞行速度和人的步行差不多 也就是20公里每小时 能飞三个多小时 半径30公里的侦察范围 配上120迫击炮12公里射程 122流20公里射程 刚刚好 所以想象一下 有一个隐蔽成小鸟一样的飞行器 完全没有声音 还能在敌人的头上注视着一切 并且能飞三个多小时 就好比你打游戏直接开了拳图挂 然后使用各种远程打击手段 后方炮兵直接得乐风了 从发展来看 信歌一类的仿生飞行器 可以在众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民用领域 信歌可以用于气象观察 空中摄影和终极通信等 特别是 在应急救援时的信息获取 野外生物科考时的目标捕获 或更具有独特的作用 在军事领域 信歌也可以执行隐蔽侦查 目标跟踪和通信传输等任务 不排除未来信歌会出现在战场上 可以预见 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和进步 信歌仿生飞行器 一定会为中国的国防事业 做出独特的贡献 其实 人类研究仿生飞行技术的历史由来已久 最早的人造飞行器 就是模仿鸟类进行仿生飞行的 宋朝张志的《太平预览文士传》中 就提到了张恒设计制造的一款木鸟 依靠腹部特殊的控制结构 可滑翔数里远 公元15世纪 意大利著名设计家和画家达芬奇 通过接20年时间对鸟类的观察分析 设计了由人力驱动的仿鸟 铺一飞行器的手稿 1929年 英国科学家设计出了一款 人力驱动的仿鸟飞行器 其机翼模仿鸟的翅膀设计 一展达9米 每个翅膀重4.5公斤 依靠人力挥动来维持滑翔 最远可以滑翔300米 持续飞翔的性能较弱 由于技术限制 到20世纪中期以前 仿鸟飞行器只能通过人力驱动 更类似于一种滑翔剂 效率与鸟类相比相对低下 现代仿鸟类飞行器 是上市G90年代才开始逐渐发展的 其驱动方式已转变为引擎或者电机驱动 1991年 加拿大研究人员首次研制出 引擎驱动的仿鸟铺翼飞行器 它由一个主要燃烧甲醇的引擎驱动 最大功率可达1马力 起飞质量为3.9公斤 最快飞行速度可达15.2米每秒 其后 各国开始注重提高仿生飞行器的空中飞行效率 2004年美国特拉华大学研究人员 研制了名为麻雀的扑翼飞行器 该飞行器外形模仿小型雀类 通过扇动翅膀达到向前飞行的目的 它的翼展约为15厘米 持续飞行时间为1分钟 在它的基础上 特拉华大学研究团队研制了 蜂鸟系列扑翼飞行器 它将蜂鸟的形状等比例放大 翼展增加至48厘米 该飞行器十分轻巧 重量只有50克 翅膀不仅可以上下扑动 还可以改变扶养角度 飞行灵活性得到了提升 为了提高仿鸟飞行器的飞行能力 令其更接近所模仿的鸟类 人们在飞行器的形态和结构设计上 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2010年 德国费斯托公司以海鸥为原型 研制出仿鸟仆翼飞行器智能鸟 智能鸟的出现将仿鸟飞行器的研制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它一展达到2米 全身采用碳纤维材料骨架制成 重量只有450克 在表面加上白色蒙皮以后 形态与海鸥极为相似 在天空中飞翔的时候 甚至引来一群真鸟半飞 2012年 美国航与环境公司研发出了风鸟超微型飞行器 其翼展为16厘米 质量为10克 飞行速度最快可达到10米每秒 续航时间可达8分钟 风鸟仿生飞行器利用仿生学原理 在飞行过程中的能量转换 气动性能和续航能力方面有了极大的突破 2018年 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人员参照欧洲 却应设计了一款仿鸟无人机 2019年 我国科学家按照悉尼银欧的外形 设计了一款混合驱动的仿生无人机 有专家表示 仿生无人机的未来商用价值和空间确实非常大 但要实现其商用落地和普及 却也并不容易 未来仿生无人机要想从实验室走进市场 还需要革新技术 材料和控制方式 让无人机既接近生物性能 又满足复杂场景应用 同时降低能耗 增加效率 减少成本 总的来说 西北工业大学的科研团队所取得的成就 不仅是中国科技的光辉篇章 也是中国科技崛起的象征 他们的努力与创新精神 将为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期待着他们未来创造更多的辉煌成就 让中国科技的翅膀越飞越高 事实上 除了无人机领域的卓越成就 西北工业大学在军事科技领域还有着许多默默的贡献 他们研发的仿生潜水器 不仅在科技上取得了突破 更为国家国防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一领域的持续努力和付出 也是我们应当深深敬佩的 在中国科技的崛起过程中 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与爱国情怀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们的无私奉献 为国家国防和科技进步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正是有了这样的科技创新和爱国情怀 中国科技才能不断壮大 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因此 让我们共同鼓励和支持那些 为国家科技事业默默奉献的科研人员 共同见证中国科技的辉煌未来